我是日本人 我是中国人 他是满清十四格格 却被父亲当作礼物送给日本人 清朝覆灭第三年 肃清王依然救梦未醒 为借助日本父亲 将十四格格送给日本人 作为父亲的火种 格格换上河服 穿上木鸡 是那么的不适合 又不能违背 父亲将一封信交给他 告诉他可以走了 将小龙的宪冠 莫冠障碍 来到日本 养父给他更名川岛方子 进行严格帝国主义教育和军事培训 方子天资聪慧 不束众望出类拔萃 每次比赛节节胜出 养父对他的教导就是勿忘国仇 转眼来到1924年 方子已经长大成人 还有一个做少尉的初恋情人 但养父的眼里只有政治力 为光复满周国 强行将他许配给蒙古王子 企图借助蒙满攻陷东北 方子誓死不从 在养父看来 婚姻不足为挂 真操亦是如此 当晚动了歪心思 强行夺走他的针操 方子心如死灰 意识到自己只不过 是一场政治联姻的妻子 他穿上和服 给自己拍下最后一张纪念照 随后剪掉长发 换上男装 告别自己的少女时代 枪击自己的肋骨 和初恋宣报结束 再抢救回来时 甚至以性命相威 让医生切掉自己的输卵管 断绝做母亲的念头 从此和女性画上去好 然而做完一切 还是无法逃脱格格的命名 婚妻如约而至 本该喜庆的他 穿上婚纱 却是面如死灰 不幸的婚姻为继三年 方子便提出离婚 返回日本 此时的养父已经垂垂老矣 方子没了忌惮 他已经意识到 只有权力才能操控一切 为所谓的权力 将自己的身世 卖给小说家 筹得一笔钱 只身前往上海 靠着女扮男装的独特性 和格格的身份 在上海混得风生水起 但他并不满足这一切 很快攀附上官东军司令人也 要茶 以外走 要你 于爷爷欣赏他格格的身份 将其耐入麾霞 至此正式成为日本剑底 没有资格做汉家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日本人 他不是梅艳芳 他是中国最大的汉奸 也是满清的十四格格 七岁被父亲当玩物送给日本人 长大后遭受养父亲犯 成为政治联姻的棋子 至此他恨上中国 返回上海在本就失居动荡的年代 搅弄风云 1932年为满洲国建立 皇后婉容迟迟不肯离开天津 未能让婉容出席 得知溥仪冷落婉容后 芳子利用自己的美色 魅惑婉容 在他的诱骗下 顺利将婉容带到东北 芳子也因出色的能力 被任命为满洲国总司令 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权力 穿上军装 英姿煞爽 人群中看到自己的初恋在鼓掌 毕竟也是女人怀恋旧情 找到初恋想再续前缘 奇料看到初恋和舞女亲人 初恋告诉她 这是她的私事 最后不欢而散 昔日的恋人再次分道扬镳 这天芳子来到戏班看戏 舞台上的演员似曾相识 突然想起初来时那天 刚踏入上海 遭人抢劫 刚好遇到一个小伙帮助她 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 人生残留的微光 演出结束 芳子邀请云开到家里做客 开始两人相谈甚欢 谈着谈着芳子道出自己的身世 原来她就是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 投身革命的云开 不想和她有什么牵连 道不同不相为谋 转身离开 芳子不愿就此作罢 用戏般性命威胁芳开为她表演 演出到一半 芳子鸣顶大罪 举止嚣张 芳开再也忍不住 丢掉帽子转身离去 这让芳子伤痛欲绝 她渴望的被爱永远得不到 性情大变 把所有恨发卸在中国 参与谋划上海政变 人生走向巅峰 眼看已经失去利用价值 雨也派人在动员大会上暗杀她 事后还剥夺权力 软禁医院 但芳子的人生岂有妥协二子 此行女人违剑恋人最后一面 她拖出脸盆 用毛巾擦拭脸庞 简单梳理凌乱的头发 抠上一戳白灰 当作粉底扑面 最后用口水打湿红纸 明明嘴唇 她是中国最大的汉奸 参与谋划九一八事变 黄孤屯事变 日本最得力的走狗 却因为一次救星上任 引起日本总司令的不满 派出恋进行暗杀 芳子已经知道她此行目的 沉默不言 毕竟曾经深爱国 初恋最终没人下手 还帮助她逃回日本 回到日本后方子成日满罪 郁郁广关 最后不知道是因为云派 还是对权力的热衷 选择再次返回中国 继续做间谍工作 1945年在北京被捕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关于问问问你的上司 现在这个政府的首帐 有多少个是我下属 几时能对你帮芝麻 不过来跟我说话 她之所以气焰嚣张 按照当时的规定 作为战犯理应 遣回本国受审 方子把一切希望 基于日本国籍 你们不要拳心我 我的户籍一动 你们立刻送我回日本 可她的底气 没有持续多久 杨复来信告诉她 当年的收养 只是作为监护人 并没有迁移她的国籍 至始至终 她都是中国人 方子崩溃至子 圈倒方子 通谋敌国 汉奸罪名成立 处已死亡 她心灰意乱 垂头丧气 临行前一天 云开来见她最后一面 她白灰扑面 红纸染唇 去见这个她曾经激动的人 可当见面时 又害怕云开 看到她不堪的模样 让云开不要看她的脸 当云开不看她时 她又问你 是不是嫌我丑 不敢看我 俨然已没了出事的阵地 云开告诉她 一日方子被带到行刑地 听着士兵宣毒罪状 她嘴角上扬 不屑一顾 直到听到手枪上膛的声音 她彻底慌了 拼命地挣扎 恐惧 不安 麻木 释放 到最后的任命 慢慢垂下头 她终于明白云开的话 只是给她一个善意的谎言 随着一声枪响 方子应声倒闭 结束她悲哀又罪恶的一声 电影传导方子 有人说方子是可怜的 只是时代的牺牲品 也有人说她是可恨的 她剿梦了时局 祸害了百姓 无论如何 她的罪恶始终无法掩盖 已经留下时代的烙印 从她个人出发 俨然就是一颗棋子 孩童时期的她想做中国人 却偏偏要她做日本人 临死时想要做日本人 也不能如愿 一生都在身份上摇摆不定 中国人恨她 日本人也恨她 一生都在追究 最后却是一场空 或悲或恶 各有定论